請跟我在一起 要接吻 要喔 當然啦 我可以 我可以 所以接吻前一定要說 珍珍 是你的牙齦 贏了我的心 哇 這個是對我超級大的挑戰 可以了 Action 珍珍 怎麼了 我想跟你說 我喜歡你 是你的牙齦贏了我的心 可是 如果我們交往了 以後你跟我接吻 可能都只會親到我的牙齦 你可以嗎 可以 馬上進入我們的主題 為了夢想 各位 我們來看看 我曾經做過什麼事情 嗯 連續拍二十個小時 NG到導演都想放棄 這是誰的故事 無尊 是不是你 不是不是 導演我拍兩個小時 導演就想放棄了 兩分鐘吧 兩分鐘 導演一看到我就 這個放棄先不要 其實我們想聽聽看 你曾經NG最高紀錄的那部戲是 是危險心靈 在開始拍戲的時候 那是幾次 登居了三十七次 三十 一顆鏡頭一鏡到底 然後他是 從頭到尾 我跟烈姐離烈 從進家門 一路吵架 吵到房間 開燈關燈 吵到廚房 開冰箱關冰箱 所以有很多動作 有動線 然後一導希望拍一鏡到底 我們拍了三十六個拍攝 拍到最後一導說 好了 黃河算了 就這樣吧 我們就這樣吧 我夠了 過了啦 那我就已經拍到三十六個 我已經 我真的受不了 我說不行導演 我一定要拍好它再一個 拜託 再拍一個 不放棄 所以那時候已經拍到 不是說好 就算了 我已經拍到說 你既然要拍到三十六個 我們就再拍三十七個吧 也不差這一個 對 不差這一個 我就想把它拍好 然後一導那時候就說 好好好 再拍一個 然後拍完一個 然後說好 黃河就這樣 算了 我們拍下面的了 所以那時候我覺得 被一導訓練到 不怕NG 不怕導演喊咖 不怕錯 重點只是要把它做好 所以我不管NG幾次 或是導演要調整 或是導演說 算了 就這樣吧 我都說不行 我要再把它拍好 我覺得是那個時候訓練出 一開始演戲訓練出 一個很強健的心態 跟很強大的心臟 不怕導演說不行 不怕NG很多次 然後以至於後面就可以 在現場拍攝的時候 可以很放鬆的去表現 媽媽有個心願 那個心願就是 希望可以看到兒子帥帥的 不要每次都死掉 我媽每一次看我的信 我想說你怎麼又死掉了 你怎麼又掛 你怎麼又被抓了 對啊 你怎麼又進前獄了 對啊 媽媽希望我兒子 這就是帥帥的王子 你知道王子很重要 不要說姐妹給你機會 你知道那種告白 對女生的告白 I love you 我愛你的告白 珍珍 是 就是你了 我做什麼呢 黃河要對你告白 黃河 請你 我跟你講 這個劇情很簡單 是 很簡單 等一下 再一次一次 很簡單 茫茫人海中 是 我終於找到了我的真命天女 我要求她 我懇求她 請跟我在一起 要接文嗎 要 當然 我可以 所以接文前一定要說 珍珍 是你的牙齦 贏了我的心 這個是對我超級大的挑戰 可以了 可以了 大概這個意思 就一個告白 一個告白然後申請 你如果追到我 我就可以辦一個追到會了 來 準備好了嗎 來 尤尼啊 Action 珍珍 怎麼了 我想跟你說 我喜歡你 你是你的牙齦 贏得了我的心 你覺得我很簡單 你講這樣話 你很厲害 你很厲害 我覺得她剛剛還特別把那個 牙齦的部分露出來 我覺得是 有 得到那個 有抓到那個點 有抓到那個點 珍珍 珍珍答應她 繼續 繼續啊 來 補一個 1 2 3 Action 是你的牙齦贏了我的心 可是 如果我們交往了 以後你跟我接吻 可能都只會親到我的牙齦 你可以嗎 可以 可以 這個椅子 這畫的手 都可以過關了吧 可以了 對 畢竟珍珍這樣子 也是滿難吃的下去 如果偶像聚會請這種女主角的話 我覺得那她已經瘋了 就不會有這種 導演就不會讓我拍 36拍了 37拍 一定要一條過 對不對 一條過 而且導演是閉著眼睛錄了 好 看這個鏡頭 好 可以 好 就那個是這樣